欢迎来到NTL娱乐新闻频道,请订阅频道,以免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谭松韵一身身蓝色牛仔装造型,现身女高中生 王一博在嘻哈舞中的造型就像她的童年照 谭松韵 在谭松韵作为某品牌代言人的直播中 谭松韵一身活力十足的深蓝色牛仔封线身 身上的牛仔套装颜色很有女人味 这个形象变得更加清纯朴素 她的皱眉和微笑是那么的温柔,美丽的那么可爱 谭松韵,一个唱跳好,演技好的演员 在我们的印象中,谭松韵一直是一个可爱的女孩 刚出道的时候,我们看到她定位为小女孩 脸上总是挂着灿烂的笑容 她的娃娃脸也感觉她永远是一个永远不会长大的孩子 这次直播的她还是一样的 深蓝色牛仔布的她元气满满,一头卷发 扎着两个蝴蝶结,这个发型好甜 清纯的穿搭搭配活泼的发型 真是个充满活力的女孩 阳光明媚的笑容非常可爱 整个节目中她可爱的表情都很可爱 看起来就像一个可爱的高中女生 王一博 街舞舞第五季终于正式开播 四位队长由王一博、韩庚、李承炫、刘雨昕主演 预告片中王一博的形象和她童年的照片风格很像 回头看她的童年照片和现在的风格很像 尽管她还是个年轻人,但她已经将多年来积累的宝贵经验传递给了新的热心舞者 而王一博对年轻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她的歌舞功底无庸置疑,时尚感令人惊叹 诚然,回顾王一博的童年照片,她也是一个很时尚的男孩 这种风格持续了十多年 经过这次对比,我惊讶地发现,王一博是越来越帅了 虽然王一博的萌言有时也很可爱,但还是忍不住爱上了 期待王一博存货影视剧尽快上映吧,也期待这 就是街舞中王一博亮眼的表现 欢迎大家前来评论区留言 也别忘了给小编一个点赞加关注哦,谢谢大家啦